前道上一輛砂石車 常按喇叭 讓前方車輛的駕駛一頭霧水 他有要不要操受 我擦掉什麼不行嗎 他的意思是 那些道是操車道 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是他們大聲太操 而畫面轉到前鏡頭 只見砂石車駕駛 到了下個路口 還直接插到對向車道 停在路中央下車叫囂 放大一點來看 藍衣駕駛下車後 手拎著一把疑似開扇刀的物品 對著後方的大貨車司機怒罵 嚇壞目擊民眾 事發就在高雄鄰遠的河堤路上 23號下午 砂石車司機不明原因 當街掏出疑似開扇刀的凶器 行為相當囂張 短短幾秒的過程 全被後方駕駛的行車記錄器 統統拍下 而附近的民眾也目擊整個過程 說砂石車問獎氣沖沖的 拿鋁棒下車 附近居民聽到砸車的聲音 還可能構成恐嚇罪 一失衝動的行為 得吃上不便宜的發單 外加刑事責任 東森新聞 楊維銘方中尉 在高雄報導